樓市 天天跟大家在這個頻道講講香港的樓市 多麼過癮 有些人覺得 你講樓市講得很有趣 為什麼呢 其實樓市不是這麼沽躁的 只有數字 只有規矩 有些漫漫漫的東西 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樓市 其實最終都是 人的行為 你 買樓的 買樓的 政府 其實也有很多是出自 人 怎麼想 怎麼想未來 人怎麼害怕 怎麼恐懼 跟他的性格有關 你知道人性的情況 你會了解 原來 他就是這樣搞的 你就這樣應付的 所有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問題呢 你只要了解人性 對樓市 你就掌握到一定的 情況 你就不會傻傻傻傻 跟大隊 羊群心理呀 當然 你起碼知道 原來現在有羊群心理 有些傻仔 怎麼搞 你要明白 就能夠保護到你自己 好啦 在說香港的樓市 最近 當然 地產商 不斷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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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實 希望大家 快點注意我這個樓市 你看看多厲害 所以你看到很多 有關於地產的 突然變了 非常之受 人注重 其實香港現在 不是很多人買樓 最主要就是 很多人擁有了樓 很多人都賣了樓 要留意一下 糟糕我賣得對不對呢 這個題目就特別受歡迎 剛剛過去 大家不同的地產公司有不同的記錄 但是基本上 都是說 因為 一手樓賣多了 Bullclose走出來 四百多個單位賣了 於是大家就賣少了 十大屋苑 九中成交而已 第一次 雙位數也不足 很可憐 按週回落了18.2% 其實我都說了 現在周周也有新樓了 你怎麼奇怪 上個星期也有 前個星期也有 你怎麼 那麼多樓要推出來 你不是整個星期也有 糟糕了 每個星期都出了絕招 每個星期 那些二手樓都不行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的 在設立以來 第一次 二手樓跌了 糟糕了 失手雙位數 只剩下幾個 整年加拿下來就很糟糕了 包括 康兒 海兒半島 黃埔 三個屋苑 吃蛋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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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就不只是看地產商 新樓推出來 有預算和宣傳費 當然是給媒體 你做KOL也好 你做甚麼都好 我在後面給你一些益處理 做這些 媒體 有報紙背景 說多一點 說樓市很好 他就會給你一些益處理 有費用的 地產商傻了 再加上很多地產商 打給你 好呀現在好呀 一路不停唱好 你就會覺得 是不是 這個 香港 亦都因為 大家都是住在香港 老實 內心都是想香港好的 香港好 大家更好 當然是這樣 到處都變黑衣 所以在內心上 有一個 潛在意識 如果現在香港好一點就好了 會不會是那兩間 做得不好 去安慰自己 這個情況也有在 但是我們當然 要看看現實的情況 不要欺騙自己 因為 你的未來將會建築在這個 土地上 好 周末就說因為有長實的Bullclose 賣了400多貨 於是大家會覺得 興奮 算吧 二手賣差了 很合氣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問題是這樣 因為 這次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 其實大家要問一些事情 有很多事情 就沒有去看到 一些情況 因為當一些情況改變了 整個世界又不一樣了 譬如有些人會問 以前 那些房子 都 不錯 反應 現在 情況是這樣 之後 有什麼不同 就跟你說 就是 之前你記住 沒有炒家的 這個世界 死了很久的 對不對 大家也說過 政府就是一直要 掀死了炒家 你先記住 過去幾年 基本 炒家都死了 好了 切辣的意思是什麼 其實 傳媒 KOL 和政府 從來都沒有告訴你 當然 地產商和經紀更加不告訴你 他們不說 他都叫炒家 他現在說的 長期投資者 大家非常之避忌 炒家這兩個字 明白 為什麼 因為所謂取消了所有辣椒 即是說等同是現在容許炒家入場 明白嗎 而 中央說過很多次 防 住 不炒 明白嗎 防住不炒 即是 中國這片土地是不要有炒家 那你就明白 所以呢 任何的 制度 新的政策都不應該容許炒家進入市場 而呢 切辣偏偏 就是跟這個背道而馳 而呢 李嘉誠就看到這件事 喂 你切辣 切辣就是叫我們 找回炒家出來 是不是 炒家所以開始有炒 所以這個時候開始要跟以前給你記住 那個分界線在這 就是 以前是沒有炒家的 現在 是容許炒家 而這件事 跟中央的政策 是徹底為背 小心點啊 記住啊 你記住 即是共產黨是不給你賭的 但是澳門一樣可以賭 對不對 他容許你啊 容許你 即是某個邀斷的時候 給你有一段時間的空間 我覺得你有需要 給你一個特別的空間 但是你記住 這一樣 不是永恆 記住了 這件事 所以 現在 你做到炒家 但是你隨時是會 什麼都沒有了 因為為什麼 他隨時不容忍你 就是不是說 就是等於你 我有些人說 洗米華 洗米華 社工信 大哥 我們做了14年都是這樣 搞掃啊 怎樣怎樣 他做了14年那次 對 他 他去找一些人 回去大陸那裏 找一些 他以前都是這樣 搭碼 去 和人收 勸人過來賭 找些靚車 接人家 注意處理 大家知道 是不是 然後幫你 把錢運下來 地下錢 莊養 你有沒有做過 或是你是不是這樣做 全世界都只是這樣做 哪有客人 我做了14年了 突然間你這樣動我 他讓你做的時候 要容忍你 並不是說 讓你正常的運作 就是接受你 兩回事 我容忍你 等於很簡單 你有兒子 這次測驗 就是 或者考試 很差 你不是立刻打死他 不用打死 那麼誇張 罵兩句 下次好一點 這樣勸回他 容忍你 當然啦 其實這件事 舉例也不太對 因為他兒子 成績好沒有 關什麼事 是不是 但是有些人 要求兒子 或者子女 表現成績好好的 所以我容忍你 有些東西 某些東西 容忍你 但是問題 不是一輩子容忍你 是 暫時給你一個過渡 即是等於你的兒子 不得業 他沒有工作 你覺得他 可能現在 太累了 又或者有個打擊 好了 我容忍你 停一段時間 然後 好回來 你又要去做事 找工作 對不對 容忍你 這個容忍期 所以你記住 現在詳實 他很清楚 你容忍我 我容忍我好啊 我就立了你的炒家 好了 那就問題出現 為什麼 一陣間慢慢跟你詳細說 在容忍情況之下 這個詳實 做了什麼方法 首先你看一下 就是 二手球 被壓 為什麼 很簡單 一手就立了 那些人 怎麼立了 不是跟你說過 每一區 現在詳細要做事 於是懷疑跟那些想買樓的客人 在那些地產經紀手上 對不對 逐個逐個稅你 現在這個好啊 你不如買這個吧 諸如此類的東西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經紀當然是這樣的 手上你有三個 或者五個 比較熟的客人 他真的有興趣去買樓 問了你很久了 你幫了很久了 給了很多資訊 大家朋友了 跟著他 這個真是 詳實好東西 你不如去想想 去看看他 那麼他就知道 那些客人願意入票 什麼東西 有人說不用客人入票 一跌一跌 又不是每個經紀是這樣的 有些要他自己入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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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們自己 跟長實那裡搞定的 因為錢轉了轉了 不是怎麼做地產 不是怎麼做中原美聯 但是這些不重要的 這些最主要就是 客人是真買 真的有興趣 這個最重要 好了 跟著把客人 全部合起來 那你因為搶了這一班客人 那麼 大哥 原本他都在 在二手市場 賺盤 你一下搶了 二手 他當然 立即會冷淡 所以跟著他的二手 變成 怎樣呢 這個就重要了 當然也是 很好的數字 給大家去參考一下 究竟香港的市場 一會 很詳細跟大家說一下 上個月 就說成4000個買出 只是 新樓 還有 二手樓 市場就很好 你這樣一年都賣了萬個 一個月就已經賣了 發財了 是不是真的這樣 大家會 小心點看 首先 這裡講了就是因為 一手 有一個勁盤出來 就搶了 其實最主要不是說什麼 最主要是地產經紀 幫他搶客人過去 這個是 會的 當然會的 但是 當然 對我來說 我認為 他不是搶了賣家 那麼簡單 他搶了所有的炒家 什麼叫搶所有的炒家 很簡單 如果大家有留意 整個市場 可以看到 詳細 這次推出了這個 Bull Close 只是 只不過是要你付5% 然後 每60日再付0.5% 如果你不想上薪的 就跟我說 用有限公司 如果你說我不怕上薪的 你就 簽正式買合約 是不是 就照樣 你跟有限公司簽就不用上薪 有限公司就不用上薪了 看你自己怎麼搞 好了 那你可以看600日 你就算一算 即是 有一個地方之前大家說過 叫什麼 炒家天堂 那個叫全灣中心 馬上來大量 成交 為什麼 那時候我已經說了 喂 便宜的 小小容易 那我買回來 如果不可以立即摸出去 或者不可以立即 賣出去 那 我就上薪了 我也是租出去 沒所謂 因為小的單位比較容易賣出去 但是現在這些都沒有 為什麼 因為那個小的單位 你也要想一下 是上薪了 你是賭什麼 賭短時間 樓價 那你就賺吧 你是想這樣 炒家也是這樣 跟你玩了一輩子 對不對 現在這些炒家沒有了 為什麼 你買過 便宜一點 三百多四百萬 你起碼也要拿十幾%出來吧 對不對 幾十萬 而且你上了身 然後 可能你談得到的 長一點兩三個月 即是那個 交吉期 那你中間可以看兩三個月 但是也要簽的 正式馬合約 對不對 而反過來 這個 什麼就不同了 這個長生 喂 人家是600人 5% 接著每月60日 即是0.5% 你想一下我也是薄 市旺我就升了 誰 著數一點 5% 就算了 明白嗎 喂你 不會吧你起碼收一成 想回事 而且 我要上身 這裡 可以 不是說不用上身 而是用另一種方法去搞 你只可以看起碼 納比很簡單 我可以慢慢六十或六十地看 相對來說 買這個 長實的 Bullclothes 這種樓花是不是 好多 還有沒有炒家 去買那些 按摩托的東西 即是全灣中心來炒 沒有了 所以這次 長實 是一次過 炒起了所有炒家 落了他們的盤 那又看出另一個問題 400多個盤都賣不完 全香港現在的炒家 一大盤都賣不完 不就這樣 還要右邊有很多是真的買家來的 那又怎樣 即是說 大家看到 那個樓市真的很安靜 真的 炒家都不敢動 因為為什麼 看到嗎 大哥 喂真是 不同 以前這個 世界 因為以前 我地產商 我走出來 我和你的經紀 和傳媒 都壟斷了 我說什麼 你聽什麼 就是這樣 現在還有很多 那些壞人KOL 姓劉 那些傢伙 嘻嘻嘻嘻 說什麼 說什麼 全部都賣爆了 那些人看了 你不一定完全相信 但是起碼 有一個概念 你不會再 地產商說什麼 原來不是 後面還有一些東西 那你就會 考慮多很多 於是乎你會覺得 咦 不妥啊 你就會 縮下縮下 你還是以前 資訊不完整嗎 另外還有一些原因 怎樣 現在的人真心窮 你真的 你不是真的沒有錢 真心窮的意思是什麼 你 以前一年可能是賺三五百萬 現在 百多萬 生意不好 每樣東西都不行 股也不行 樓也不行 資產也是減值 你真是很難做 做生意的話 大陸又不行 海外又不行 那你不覺得你慘 息子又高 那你有沒有說 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認識你的朋友 我去年 今年好一點 你以為那個人是劉定堅嗎 之前那位小朋友 很有時間的 現在很忙 每天都要去拍 這個YouTube 不是很多這種人 佔大到處 我的朋友做生意 香港的 真是蝕到媽媽 不認得 為什麼 喂 你看看市場那麼差 你不就走出去看看 你問問你的朋友 誰做生意的 找到線 對不對 看看上市公司 他的業績 有誰說好事呀 好發達呀 有沒有 我跟你說 借了政府那些 擔保那些錢的人 走路的越來越多 現在政府不敢公佈 一直拖廠 我肯定 在這一 政府這一屆政府 絕對不會公佈 絕對不會公佈 一直拖廠 不關他的事 上街政府 都換了就走了 睡了 剛剛就沒事了 所以呢 第一 炒家已經 不多了 第二 他們真是真心窮 第三 實際是害怕 你有這麼多的壞消息出來 你現在就算怎麼說 哇好好啊唱好啊 大家實際都是害怕 喂 你看到 不斷有洩霉 一會兒說些個案 周圍的人看到洩霉 你還覺得很好 不是吧 你說如果你的朋友 每個都找到吃的 每個都可以的 那你就會說 OK啊 現在每個都 這裏又不行 那裏又不行 不要說什麼啊 你走去看那些店舖 有誰說 哎呀好開心啊 有沒有啊 我就不覺得了 你想一下 看到 看看哪個又不行 哪個又不行 自然就會害怕 我不是說政治的立場 因為政治的立場 基本上的爭論已經過去了 現在真的是經濟的立場 所以你看到 不是 很容易可以再把樓市再推上 因為你本身的經濟實在太差 太差 那麼 阿成哥出了絕招 大家現在那些炒家出來了 結果都不能夠 托得很厲害的市場 當然是 很可憐啦 那麼 已經用了 賣這個 這個blue clothes 幾招最厲害的了 切辣 吃著這個勢 減價 減到盡啦 20-30% 不斷托下去 然後 拿5%出來 可以賭樓了 多開心啊 還加上什麼 一大群 政府經常說 高財通啊 好厲害啊 湧下來買樓了 加上這些因素 是香港最好最好最好 在這個武民能夠爆到的東西 全都給你了 200多元 復了啦 就是這麼多啦 是不是 政府就說 地產商很喜歡說 壞消息 已經進出了 我反過來說 好消息已經進出了 我就認為好消息已經出來了 好了 接著 你看一下 究竟香港現在還窄多少 地產商的情況是怎樣 上年就有2萬多個 有些人不說2萬多 有些人是2萬3千 總之中間是這個數 看你怎麼計算 不要緊 究竟總存量 現在是怎樣 經過了很厲害的三月 是不是大家會 全都掉了 是不是這樣 阿成哥玩了這個賭局 大家就沒得套演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出現呢 地產商 為什麼呢 地產行業是靠地產商 建造出來的 這班人去玩的 現在他們的局面是怎樣的 究竟 香港樓市是不是很嚴重呢 還是說不是 已經完全好大了 好 一會兒我們繼續討論這一大堆的 非常之深入的問題 跟大家 剖析一下 究竟香港樓市 其實現在 最慘面對的是什麼 不是 只是賣家 或者是賣了樓的人 而是 那班地產商 這件事 是影響得很嚴重 他們不行 我不會覺得香港樓市會行 老實說 現在是什麼 你說你有很多土地 有什麼政府 這些是以後的事 現在在說前面這一堆 有一大堆樓 哪個最多樓 現在地產商最多樓 幾萬家在手 還不斷不斷正在 老闆 他們賣不出會怎樣 一會兒看看他們的現況 就知道未來是怎樣 很簡單 這班擁有最多貨的人 咦 他很榮鬆呀 好像誠哥那樣 你就知道了 誠哥究竟現在 輕不輕鬆 他手上有什麼貨 慢慢跟大家說 你就會知道香港那個 真真正正的樓市 未來情況是怎樣 看一下地產商 就看得到了 看其他看不到的 好 跟著又說一下大家 如果你沒有買的 就開心一點 有買的不要緊的 看看別人 虧得如何 看看參考價格 虧本 放 虧樣的盤 究竟情況是怎樣 也有不少 我也不敢說那麼多 太多了 觀塘海匯三座高層D室面積449呎 一房間隔 449呎 一房現在算是很鬆動 就以900萬 蝕住放 就 放了9個月 以價之後呢 減了150萬 終於有個業主 用750萬 就買回來 收租 現在很多你留意一下 很多人都說買來收租 即是過去那段時間 因為一大堆高材通 政府都說下了10萬人 那那群人做甚麼 就租 難道下來馬上買 是不是 絕大部分 90%以上一定是租 那這些樓價 所以那些租金 為甚麼一直 一直上 因為很多人要租樓 香港一直以來 其實租盤並不是那麼多 於是 你又發覺 哇 值得啊 每一道租都很好啊 而呢 有一大堆人想賣的樓 就知道樓跳樓間 快點賣 於是樓價就這樣跌 租金就這樣升 不斷升 他們沒有想過 結構完整是怎樣的 只是覺得 你看現在的租金就這樣高 回報率多高 跟大陸差好 大陸的1%都可能 拿不到 二到有3-4% 有些4點多 值得啊 於是有人真的這樣想 他沒有想以後 算了 沒得救 赤價是用16704元 賣出 結果是低的市價 大概是8% 不多 19年呢 業主就是 用950 30,000賣入 9030,000就750,000賣出 賬面是輸了 2003,000 5年 即是每年40,000賣 期內貶值了21% 第2個 沙田第寶城 一座高層私室 那麼 快點賣吧 沙田的樓口說過很多次 面積是753尺 屬於三房間隔 單位原本叫價870萬 放盤了半個月 不久了 半個月真是值得啦 時間快了 累積減了47萬 以823萬 逆手 赤價是10930 相對來說便宜了 沙田的樓 原業主在2021年用1000萬買入 即是 持貨了三年 賬面輸了 177萬 差不多都是450萬 一個月輸了50多萬 一年了 單位期內跌價是17.7% 3年17.7% 3年的話 2021年左右 當時人們覺得是鬧底 肯定是啦 2021年的時候 疫症過了 衝擊就過了 那時候是 由亂及治 一開始 那麽說了 是由智基親嘛 又亂及治你還不買 買就等他又是由智基親嘛 對不對 這樣便發達了嘛 不是說了嗎 誰知是由智基親嘛 誰不說了 現在香港人為甚麼不開心 我真的在慌了嗎 我聽到你說 等如以前 老董說甚麼中藥港 我把整個人 一輩子打算做中藥港 我不是做吧 你看到什麼中藥講的 現在只有一個說話 所以就慌了 這些事情不是你說完就算了 好像老東說 我不說了 就沒有了 人家被你毀一生呀 慘過真的被你騙上床 真是死得了 差不多啦 騎上馬背了 他也一樣呀 讀了幾年 讀又不是又不是 真是慘到暈 第三個馬鞍山 星鏈海 就是3A座 高層B室 實用面積是1622呎 住得豪呀 香港的1622呎 有錢人 屬於四房兩套 間隔 爸媽都可以住在一起 還有海景 原價是2800萬 最終是減了300萬 10.7% 還用2500賣賣出 赤價大約是15413元一呎 原業主要是100年買入 當然是再早一點 2867萬買入 6年差了 大幅虧損了367萬 老闆 差不多啦 其實都是6636 每一年 差不多60萬左右 算高 但不算太高 平均來計 年年跌 6年都可以輸300多萬 都算幾經典 物業期內貶值了12.8% 屋苑現在放盤有50個那麼多呀 哇 這50個 在差不多年期買入的話 都哭得很無可惡 你看到 你就這樣想一件事 全香港 我記得 一百六七十萬多個私人單位 是不是 他現在就告訴你 每一個每一年 大家是虧 幾十萬左右 一般的單位是不講豪宅 四五十萬左右 我當你平均 一個市五十萬 全香港有百多萬個 我自己猜 你就算了一條數 香港人是輸了多少次 在 現實上 以前就一直上升 一直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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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麼多錢 香港人多痛 為甚麼要走上 北上消費 以前去歐洲 去日本 真可憐 只有一個人去北上 現在 沒辦法 要把計劃改一改 北上也好過沒有 好過 蹲在家裡 你不見了那麼多錢 是所有香港人啊 大佬 所有拿樓的人 全部都是輸那麼多呀 例如我有些朋友 拿四五間的 那麼你想一下 他一間每個月不見 慘了 算了算了 不要說五十萬 我們說四十萬 你拿著五間的 連自己住的那間 你每月不見二百萬 是啊 你開心嗎 升的時候你開心啊 現在跌 每個月不見二百萬 你真是 不是一個月啦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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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年見幾百萬啊 大佬 你真是吐啊 不好意思啊 算錯了 即是剛才說 每年 每個月 死吧 每個月幾百萬 嚇死人 那你想一下 例如我的朋友都像我這個年紀 六十幾歲 以前很辛苦 就捱又租給人啊 知道嗎 很多這樣的朋友 拿著兩三間就叫少啦 四五間就很多 以前就快樂了 現在每年 還哪有收入啊 靠一些樓租給人家去收入 撐住 一直不停跌 那個賬面值 每一年你不見二三百萬 哇 多痛苦啊 還不是回去國內消費 當然 還去日本嗎 人家很痛苦啊 即是 有空無事 跟朋友聊天的都是這樣的 好啦 跟另外 裕泰兄 你是不是也是這樣 你也是這樣 你抹下來 告訴我 你留言在這裏 哎呀 我也是這樣啊 我又拿著幾個啊 慘啦 劉先生你不早點跟我說 我早點跟你說啦 我早點做KOL 裕泰兄家族 持有土瓜環 成軒 錄得 我過來 之前 即是我有份的那些 店舖都賣光了 應該快點丟掉了 真是開玩笑 好了 劉泰兄家族持有土瓜環 成軒 首次錄到有 撻訂的個案啊 20樓B室 708呎的三房間隔 原本是 上個月8日 用1240萬成交 結果 要交這個大訂 本周二終止 終止交易 發展商撒訂5% 62萬 優泰 你想想 上個月8日成交而已 真可憐 我當你是3月啦 就是3月啦 是不是 3月8日成交 撞你的費到4月 就可以了 7月8日就已經過了切辣 你不是想清楚才買的嗎 就這樣 62萬 62萬可以買很多杯咖啡請我喝 有沒有人請我喝咖啡 你呀 你要賺到錢呢 更加人差 請咖啡就是當朋友 賺不賺到錢不重要的 OK 喝咖啡 也不是湯 喝咖啡 大家開心 我看到你 我就請你 好 巨額 虧讓買賣 第六個雲海融 海苔 兩座 低層D室 實量面積是719呎 三房兩廳連儲物間隔 直坐向東南 好東西來的呀 望遠景 單位放盤了一個月 完開價1370萬 終於 減了360萬 離譜 三成那麼多 26.3% 這傢伙怎麼追價 追得那麼厲害 殺了一千 1010萬 逆手 終於是赤價14,047 元業主 在2018年 購入單位 2018年就是 衝擊的時候 衝擊的時候買來有甚麼鬼呀 衝擊 不知是否只是衝擊美企 美企都是甚麼啦 COVID-19又來了 這些人是怎麼賣樓的 當時 接作價是1393.8萬 持貨6年 當然是金啦 大幅虧損383.8萬 期內典值27.5% 18年 到現在真的不認過賣樓 不明白為甚麼 在18年買 那時候特別需要 北角和庫中心海景 這個厲害 單位 錄得四樣成交 海景 和庫中心 其實和庫中心 一般的 雖然城市花園也不好 相對來說我覺得城市中心 城市花園那裏是比較 開揚一點的 我不知道為甚麼 我對和庫中心從來都沒有 但是 單位相對 大一點 那麼 城市花園突出的那些七百多呎是比較小的 業主扣位了單位5年 最終 虧損500萬 一年虧損100萬 哇慘呀 頭都痛呀 成為屋苑近年最大幅度的虧損成交 大幅增加26% 五年輸26% 真是慘 那麼 一座低層B室 又跟大家說一下一些特別的情況 即是逢是在 市場不好的時候 你 那些 不漂亮的單位是輸得罪金 甚至乎沒有人買的 一座低層B室 即是 他買到地方 避到地方你用回同一個價錢 可以賣得高呀漂亮 當然你這個必然 單位秀面積是1248 方呎 屬於三房年主人套房 向北面前臨 維港海景 有海景 成交1450萬 原本是2000萬的 赤價現在是11619元 再創屋苑近年的赤價伸低 這個又不對 因為人家是低層B室 那就不出奇 他原本都是最差的最便宜的單位 所以又不能夠 直接說他創了新低什麼東西 又不能太過這麼說 業主早在去年10月 開放盤 10月 到現在半年 他才能賣掉 為什麼 因為那個樓盤不靈 所以買樓就不要貪不靈 但是如果你反過來在另一個屋苑買 你這個價錢可以買得 最靈的 那就 就容易 你脫貨的時候容易 未想賣才想賣 原價1738萬 減到288 減複達16.6% 但是虧了26% 然後虧了500萬 每年虧100萬 這位老闆在做什麼 他每年賺不賺到100萬 你買一屋 就是 千多萬買一屋 他不一定一年可以賺到100萬 他可能是之前賣了一屋樓 換了換過來 真可憐 何文田習德縣高層A7 1346 實用面積 套三房間價 望校園景 連一個車位用 1380萬 成交車價 10253元 原業主 2015年9月 21560萬買入 炸了9年 這個虧得少 180萬因為加9年 9年也不一樣 9年也要虧 虧不慘啊 不是去到800年左右 現在9年也要虧 這些 因為不是一些 大的屋苑 所以可能 價格是比較難搞的 不是這樣 虧了180萬每年 虧20萬左右 虧得少 好 大埔新峰花園 513呎 我沒有做過大埔 有空和大家做大埔 我留下大家看看有沒有興趣聽大埔的樓盤 這個情況 實 呎 就是 590萬 595萬沽了 炸了6年輸了一球 小呀小呀小呀 20萬也不用 這個底呀 因為單位小呀 595 513而已 所以 但是 算回來 不是底 也輸了兩成 成交單位為大埔新峰花園11座中層 F室 好像 上過去 這個新峰花園 單位實用面積是513呎 兩房設計 應該是 眼鏡房 早前以600萬放售 600萬放售 595萬賣出 只賣5萬而已 真是划算 OK呀 真是貼價 實用赤價是 11598 你看 即是看到 其實他也是虧5萬就賣到了 即是說 那些人現在開 都很 很貼市的 真的不敢亂來 好了講完這些蝕樣 其實我都講不完的 有很多個 拿一些比較特別的 跟大家討論一下 大家知道整個 我想 讓大家知道 整個市況的 因為我其實最重要就是 講很多我對 香港樓市 看到的data 看到的情況的分析 就是 即是 我不是只說說說說說說 一堆data出來 那就不好意思 其實你自己走去 Google一下 好了今年3月的樓花 和現樓貨的貨尾 有一些 因為我看的 整體不同 每一間 報出來有不同的 這裏報出來就是 20486 上年剩下 有些是23000 你知道 就不停在賣 大家不知道 總之 看到的數字都差不多 這個數字 不會差遠 我們今天用這個數字來做 什麼 我們統計吧 不是計不到數字 好了 他說就去年 不過去到3月了 不要緊 他說 貨尾 累積量 就是 20486 但是呢 2月 我們之前說是 上年 他說去到2月 尾的時候 其實就是21506 跟我的數字差不多 上年是23000 他說2月尾的時候 21506 差了1000多個 那就不差很遠 大家可能 整體的數字 某些的統計不同 因為2月 就剩下 貨尾21506 而實際上呢 3月尾到現在 來講 就是 因為過了3月 他統計了 剩下了20486 他就減幅了4.7% 是過去33個月以來最大的降幅 一個月就跌了 4.7% 是不是很厲害呢 那些倉存越來越少了 這就是他想表達的訊息 現在這個倉存 持續 縮減 看著 所以我現在是很不喜歡這些報導 很明顯他用的字是誤導的 什麼叫持續縮減 不懂用詞 有持續呢 答不到是不是 是縮減 不是持續縮減 沒有持續 是不是 這個數字是不是 由去年的6月開始 6 7 8 9 10 11 12 1 2 3 一直跌下去 倉存尾數 這也叫做持續縮減 對不對 如果只他只有9月 星期二月和3月 這個叫做縮減 現在 就大家看報紙 看據 或者 看看消息 沒去 留意一下 那些 寫信息的人 或者報導的人 我覺得 一定是和地產商中介 全部都是很 Levi 即是 他们就说KOL,我们这些人就唱衰香港,但是他就报道假消息 这个就是一个严重问题,没有持续,只有缩减 缩减?我们是认的,缩减吧,看看为什么缩减,缩减成点,原因是什么,我们做这一件事 但是不要去骗人,持续缩减,没有持续缩减 接着看为什么他下降了4.7% 你说是33个月以来最大的降幅,承认是数字,为什么因为3月切辣的消息爆出来 接着大家知道,报道出来,单月一手新楼卖了,总共超过4000个 所谓缩减了,由2月至3月,减了1020个单位,但是卖了4000个单位 卖了4000多个单位,算了,我当了4000个单位,好吗? 超过卖了4000个新楼,即是以前摘楼的存货,以及全新盘 但是实际上呢,整体的仓存,竟然只是少了1000个 你解释一下为什么 即是你的货仓里面,堆積了一堆货,接着呢,你就继续卖 接着呢,卖了4000个,然后仓里面的仓,已经少了1000个 可不不可意 是不是很呆了? 什么意思发生呢? 你看看现在这些传媒,全部不会揭开这些事给你听的 是一定要听刘定堅你才能解释得懂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同事又 卖剩多3000个 即是又有一堆新的货,因为为什么呢?所有新货出来,即是好像 太风啊, season's place啊,一大堆,你就推出来嘛 要开支,要开支,就是新货r ,但是还是卖剩裂的 一互三互流利,亦唯一又 Roma 卖剩就变得好一点对不对? 另一堆 freshman year 看到他卖了很多,这么厉害 Quicker 賣��1,000个,但多了3000个 også值得這樣 好! 是不是 dependence 够呢? 卖了1个多了3000个 那些龜位 再多了3000位 这就そう来了 所以这个现实就是什么呢? 之前我已經說過了 賣得多 也剩得多 你要記住 好了 這條數要小心點去計算 你呢 就有了一個非常強烈的訊號 切辣 厲害啊 全世界 切辣啊 厲害啊 於是 洋群效應 那些人走出去買 但是買 全新的 即是推出來的 1,000個左右 但是總共去了4,000多個 那麼大量的買了什麼 買了 那些倉存的 3,000個 為什麼呢 因為 地產商很厲害的 賣賣了什麼呢 賣了豬頭骨給你 即是 一房啊 兩房啊 三房都很少 留下那些好的大的 比例是少的嘛 你看實實一點就是這樣的 即是那些呢 容易賣 還有價格高一點 就 收回後面 即是不應該是容易賣 應該是說 實力強一點的 那些 即是他會 因為有些人買就一定要那些漂亮的 他不會選其他 即是你有錢的 我不會選你那些 什麼兩房啊 真麻煩啊 我們要四房啊 要漂亮的嘛 那些呢 他是專門要找 跟人談 去找那些客人的 不是隨便說 他賣了就賣了這些大眾的貨 好啦 那你留下 那你實際上 那你現在 真真正正能夠賣到的 就是大量這些 低價貨 即是下價貨 你先殺掉它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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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 那但有些人呢 他最重要的是你現在買樓是什麼呢 一大批什麼 是下你那些專財 尤其是 政府跟你說了 已經 十萬個人已經下來了 10萬人下來 其中有10%左右 是生日比較高的 基本上那些是老闆 200多萬一年 起碼給你錢去買 我估計也有1萬幾千個這些家庭 對嗎?有錢人的 你都下了10萬8萬個人下來 那一萬幾千個是這些有錢的 那些是各個省市 那些做什麼的 那些總是有方法 人家有錢的那些 起碼都帶著一億幾千萬 幾千萬也少 國內真的有錢的那些 下來拿個身份 那些就是買現在的 啟德那些新樓 有部分當然是 每個人都買了 誰都知道賣了 賣了二千三千個 對不對? 那些人主要是賣一些 如果普通的專財 現在平均高財通 五萬元 五萬元一個月 你剩下兩萬元 那些傢伙呢 有很久才能做到首期 都要幾年 才能買到小單位的那些 五百六百萬 你哪有資格買的那些 那些全部都是所謂 那些是高財通裡面的 企業家來的 那些企業家是走老的 那些子女在讀書 等等 他在賣一間房子 沒有所謂 這些人買的 我告訴你 所以 那些人就冤枉了很久 為什麼? 因為如果他之前買 有些人已經買了 蠢了 他要給辣椒 他要給辣稅 給多很多錢 現在不用了 所以他覺得 差了幾百萬 買了 那些人就爆爆出來 就買了那些倉底貨 這個項目就是這樣 好了 問題是 然後還有沒有 你要看 我就說沒有 很少 那你當然是全世界說 不是啊 那你平時看 不知道 買了很多 買了很多 會不會 其實你看到也可以的 你會看到的 如果每個月還剩下一千幾百 我告訴你 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一下子 那些買了 為什麼 他也要搶回一些 你現在是叫做 有二萬幾個 那些給他們選擇 但實際上真的選擇到在手的話 可能只有一千幾百個 為什麼 他們要漂亮的 大的 好的 那些來的 不是那些一兩房的 他不要的 那些真的漂亮的 有錢人去買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這麼多來 搞了這麼久都不賣 那些買一房兩房 不是那些人來的 要是你買新樓 再新的那些都可以買 一定會馬上住嗎 不一定的 所以 主要是買那些 好了 有一大堆買了之後 那些人一衝出來 就是 你明白的意思嗎 有二萬幾個給你選擇 你不容易選擇 你其他那些 以後 10個 20個 30個給你選擇 選不到的 難選擇 所以呢 後面 就會非常 等於你那些邏創裡面 人家最漂亮的那些選擇 就剩下那些東西 我真的要 有要求的 我就不選那些 所以 後面下來 就很難賣 我告訴你 好了 很難賣 最厲害的3月 賣了1000個 4月都可以的 4月有個 Bullclothes 賭局出來 有400多個 我猜他也是1000個 你看 我猜他全新盤也是1000個 我告訴你 然後未來下來 今天幾號 今天就是 8日 還有20多天 我猜他最後 賣多 幾百個 我看到他後面 4月有些什麼 新的樓盤 那我猜他賣多幾百個 很厲害的 很老實 1000個 反過來 那些 上個月 即是3月 賣了 3000個 那些全新盤 我告訴你 賣到1000個 拍手 我之前計算是平均1月500個 你看 你到時看看 看看我對不對 那 就不是跟他的宣傳這樣 當你 每個月 跌到2000個 由4000個 一收樓 我認為4月 大概是2000個 好了 跌了一半 我跟你說那條數就死了 告訴你 這條數就死了 尤其是誠哥出了這一招之後 大驕傲 然後剩下 2000 然後再下個月 如果有1000也算漂亮 這個就是我講 3月 4月 5月 5月就死了 這個就是個數量這樣計算出來 你說是不是 看吧 是不是先 看一下會是不是 你看看是不是真的說 好漂亮 又出來賣完了 我又再出來賣 因為那些 一下子衝出來買的 他真的想著買的 他真的要選擇 從20000個選擇 當然是好玩過 沒有了3000個之後 有些你自己賣好房子 撥開那些 實際上只有2000個選擇 在2000個選擇 選擇之後 選擇之後 都不要了 是有賣正借 所以記住 當倉存 如果2000個的話 有機會 有機會 而且很大機會 4月開始 倉存就上升 這樣就玩完了 我跟你說的樓市就玩完了 只要倉存 上升 馬上玩完 現在跌了多少 1020個 跌了1020個 倉存 賣得很好 這個月 就是這樣 那4月又怎樣 很困難 我跟你說 地產商現在遇到什麼難題 第一 倉存不斷增加 利息很高 今年 哎呀聯儲局玩他 不是減得很厲害 第二 不能夠套現 阿成哥 這個5% 600日 長期 長期 玩這個 建築期玩 沒得套現 第三 市況開始冷卻 你看到二手樓也賣不到 一手樓也不見他快 出賭局也不見他快 那麽開始的人會 這個月我認為 靜觀其變 絕大部份是這樣的 好了 接著下個月 開始新一輪的樓價下跌 好了 大家要留意一下 因為2024年 每個都不同 政府公佈 有25,000個新盤推出 好了 詳實是怎樣的 我可以告訴你 Julio 2024年 我看到他的房子 藏實只有一個 硨嘴 你們不太喜歡買樓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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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eder哥剛出身 早在2015年 2014年開始就可以選擇了 莫讓李嘉誠走了 已經走了 好了 一路不賣地 最近才賣些 所以她就可以沒有樓收aya 現在 awaits你們 所以他把5%扔出來 替你賭局 不要套現 大家都不要套現 那就慘了 每個人都負債累累 二十幾%都說少了 誠哥3% 他基本上是沒有 好了 搞到你現在全部套現了 接著 要搶 炒價 搶了你炒價 拿5%出來 接著 截了你套現 厲害吧 壓低你樓價 減得最貴 減得最多 好 接著 按下股價 好自然 玩死大家 他就笑哈哈 懂不懂 再來一次 搶炒價 截套現 壓樓價 按股價 玩死大家 笑哈哈 李嘉誠就笑哈哈 很抽吧 希望你喜歡這個分析 希望你好像李嘉誠一樣 都是笑哈哈 記得點贊 訂閱 謝謝 拜拜